会有更多的料 接下来还是把目光移回到中国的一些对外政策 在今天我们留意到在中国的商务部 是有了一个政策的更新 中国出台了促进外贸稳增长的措施 要指导和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外不合理的贸易限制措施 这个话讲的还是比较的隐晦 其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川普就要上台了 我们中国的商务部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出海的企业 那么根据中国商务部在11月21日发布的 9项促进外贸稳定增长政策措施 商务部提出要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鼓励金融机构为外贸企业提供更多汇率风险管理产品 帮助企业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商务部也说要扩大特色的农产品等商品的出口 帮助和指导企业积极应对国外不合理的贸易限制措施 为出口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及支持关键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的进口 那么为了吸引和别力商务人员的跨境往来 商务部还提出要稳妥推进于更多国家商签 不免签的签证的协定 有序扩大复华单方面免签政策 适用国家的范围扩大过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区域 延长可停留的时间 依规为临时紧急复华重要商务团组审发 口案签证支持重点的贸易伙伴商务人员复华 这个是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最新的政策的公布 那么另外一遍 其实我注意到随着中国在过去一年的时间 对这对那对很多国家的一个单方面免签的政策的陆续公布 中国护照这一本朱竿红色的中国护照 在一些这个护照排行榜上的位置 竟然敲摸摸的这个敲咪咪的上升了 那么根据这个有一个叫做亨利 它是一个亨市的一个全球护照排名 中国护照的这个排名是较上一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 那么具体数字如果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去找这个亨市全球护照排名来看 《南华早报》对于这样的中国商务部九项政策 促进外贸稳增长措施的公布 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发布 那就是因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而做好的一个提前的准备 包括的是为出口企业提供直接指导帮助 这些出口企业应对动荡的贸易环境 九点政策是列出了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巩固提高提升经济复苏积极趋势的措施 也包括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范围 并为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 特别是那些在跨境贸易中占比较重大的地区 这样的一份全新的文件是鼓励他们发挥作用 各地要加大政策落实落地的力度 外贸大省要发挥引领作用更好的履行责任 通知中也提及海外结算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这些是中国在国际支付中扩大人民币份额 与其全球贸易比例相匹配的关键领域 这里还要提一点的是商务部还呼吁要加强跨境电商发展 说中国的跨境电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 如何看待这些新的措施呢 新出台的措施被认为不仅是对美国近期关税政策的回应 也是对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关税和相关关税壁垒的应对 这是要求中国出口商更积极的处理未来的贸易争端和调查 那如何看待这个中国商务部啊 是提前对川普2.0时代的这个贸易壁垒进行布局啊 力求破壁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不知道这九点钟啊 和平先生觉得哪几点呢是比较的关键 我自己关注到的是第一点 那提到的是要对所谓的这个小巨人隐形冠军啊 要有一个重点的保护 其实啊如果说你在北美 无论你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 你在一些电商网站啊 Time也好啊这个身影也好 尤其是Amazon上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商家啊 只要售卖的这些产品呢 可以说是又精致又好用 价格呢也不贵 那包括无论是一些比较新颖的领域 比如说3D打印机啊 这种小家电还是说啊 这种家具还是说啊 这个一些日常用品 你这个中国商家所贩卖的 所给海外用户带来的这些商品啊 是让大家觉得已经是建立了一定的口碑 甚至是已经是出现了一些啊 这个非常有品质的品牌 那么如果说小家电中啊 这种和数码电子相关的 那我能想到第一个品牌呢 就是安克这样的一个专注于制作啊 手机配件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么在呃对于这样一个品牌的讨论呢 也成为了过去几年中国啊这样的一个品牌出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角色啊 所以呢我关注到的第一点就是这一份文件中提到的要对所谓的出口小巨人啊 对这样的外贸的隐形冠军啊 做提供更多的一个保护啊 那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中国商务部的指导性文件的这个落地啊 和执行那会不会能够提到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呢 和平先生 如果中国和美国啊这样的或者是中国和欧盟啊 这样的大型的经济体之间啊进行增治 进行博弈 进行这个谈判 让中国的企业家得到更好的保护啊 那么我还可以理解 但是呢我担心的还不是啊 现在这些光明堂房的这种商业性的啊 这种对外贸的这种支持啊 中国政府你直不瞎回来啊 中国的企业家自有办法在国际上啊 这个各个市场里面占有啊 这个一定的市场或者优势 我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东西 我真正担心的是中国人的这种商业的特质啊 那我在2015年吧 现在已经转眼了 我自己都已经忘记了 就是有朋友提醒啊 就是我曾经实际上比10年以前更早一点啊 除了我在国会的一个天正讲过之外 我跟很多朋友都有过交流啊 这种交流也是呢 跟朋友们中间的交流和所见所闻 慢慢慢慢形成的一些概括性的一些解释 就是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精神也好 劳动精神也好 竞争力也好 有一些方面值得你敬佩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非常勤奋 非常努力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 那些温州的朋友 辅助的朋友 我跟他们做过一些很简单的合作啊 所谓简单的合作也不是合作吧 我就是比如说买他们一点东西 那么他们的这种服务精神啊 让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钦佩 就是说钦佩到我甚至 都觉得自己好像老是欠他们的一样的 所以中国的这种商业的力量的爆发 那是九十年的初期 慢慢你就可以开始发现了 就是说纽约 纽约附近的一些社区 本来是一些比较普通的这种社区 房子也比较一般 也比较密集 然后也住在的比较离城市 不是那么远的地方 就是一些朋友他就在那里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啊没问题 挺好 我很高兴了很成功 过了一两年他们就把房子给撤掉了 就在旁边建一个非常 不能说是非常豪华吧 就跟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的一种结构 比如说美国的房子是非常简朴的这种木质结构 或者表面上有一个砖啊或者是一个样子 对不对 他们建的这个房子首先是全圈的 第二个是完全欧洲式的那种洋风的结构 甚至如果批准的话他们还恨不得建三层 就把所有的原来的小院子都给占领 房子建的特别大 就很突兀 很突兀 那么这样一种精神呢 就蔓延到很多商业行为 比如说我们的附近包括纽约啊 上车一些地方包括长岛也是这样 很多的小镇啊商业已经非常萧条了 那么有一些商场啊就已经荒废了 你整个商场那么现代化的一个商场 很多大店一个一个倒闭 旁边开了一个店 生意好的很 进去一看完全是现代化的管理 各种服务员都有 西班牙人 北人 对吧 亚裔人 整个的服务的品质 可以说是我以前在美国一般的这种餐馆里面 根本看不到的 根本看不到的 你就可以发现 中国人的这种学习精神和这种力量 尤其是他们集中资金 最开始每个人钱都不多 而他们就只愿意可以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 就集结在一起 就可以开这么一个 具有压倒性的 这样一种商业的一种形态 那么虽然顾利林在那个地方 但是生意很友好和好 这个火爆 早一段时间我去一个地方 他才19块钱美金 19块钱美金 很多海鲜 很多肉就跟不一样说了 对吧 每种可能至少有这种品种 你说周围的其他的商店 餐馆还能生存吗 不能生存啊 我看在那吃饭的人 基本上是老外为主啊 华裔 因为那个地方都不是华裔的区域 你最开始感觉到这种商业文化的可怕呀 这种可怕就是 我跟一位朋友 现在人在欧洲 经常跟他聊天 还有一位朋友是在亚洲 在日本 他这两位朋友嘛 一位朋友是搞制造业的 那么他跟日本进行制造业的贸易 一位朋友他是在非洲 他也去过很多的地方 中东啊 或者是拉丁美洲 他就经常痛心疾首的跟我讲 他说中国的这种商业的模式啊 和力量啊 把很多国家的产业都给毁掉了 把很多国家的商业形态给毁掉了 这些是现在今天的 中国商业需要自省的一个地方 当然你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环境 现在竞争得非常恶劣 这些很聪明的 勤奋的 又有资产 又有实力 又有管理精英的人 你去各个地方 尤其是很多中小型国家 他不像美国 美国还有一定的这种规矩 或者是一定的力量 或者是有一定的限制 你在有一些国家 我去看一些 有一些国家的商场 当地比较大型的商场 就是中国商场 就好像把中国的制造业全都搬来了 那个东西啊 也是随便把放在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价钱便宜的 你简直好像就不要钱 我就看了呢 进去他们那个商场 他用当地语言写的 进去看这个门卫啊 都是当地的警卫 每个人把包要放在那个地方 不能让你到里面去包东西 我进去那个商场去看 哇 什么东西都有 而且价格则便宜 那你这种大型商场的 这种税满的一个过程 那当地的商业 他还活什么活啊 你中国是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 你的这个制造能力如此之强 你的管理能力如此之强 你的认识能力 你的各种能力 可以说是中小企业 很难抵挡住的 这个就会造成当年200年前 200年前 墨西哥 发生了一起惨案 那件惨案就是呢 当地的人呢 把一个城市的华人全部给杀掉 全部给杀掉 只要见到华人就杀 只有几十个人 好像是几十个还是一百人 我忘记了 被当地 因为他们跟当地的邻居关系也不错嘛 有些人就把他们藏到自己房子里面 那么一看是当地的房子 那些新手就不敢去杀他们了 不敢去杀他们 这个事情发生在200多年以前 刚刚过去不久 大概在两三年前三四年前 墨西哥就此向中国表示一个道歉 因为你屠杀中国的侨民 你怎么都说不过去的 对吧 后来在墨西哥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 之后也爬过房 我还去墨西哥跟当地的那些华裔的混血儿 进行过了解 聊天 那么这个情况在墨西哥当时是怎么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屠杀案 就像美国现在的华尔街 你看到的一些非裔人士 你以为是在美国的非裔人士 很多是从非洲来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本土的非裔人士 不太愿意投资这个经营业 不是说他们无能 是因为他们当然很有能力 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他们的经营人的一个社区一样的 居住区一样的 挣了钱的这些人 在一起有了好的房子 有了好的经营成果 结果有人种族主义者 就把他们整个社区给烧了 这个惨案你们知道吗 就回过头来讲 墨西哥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 我去再仔细查这些资料以后 发现当时候的华人 在那边的 对上下游的这个贸易的冷断 已经达到了一种 威胁到了其他商业的 这个传统商业 原来的当地人的这种生存的这种地步 所以呢 就激起了这个愤怒 就像之前清朝政府末期在美国发生的这种杀害华人的事情 几乎是差不多的 其实那些华人多可怜啊 他们就是为了一点生计 愿意把自己的成本降低 比如说原来 别人要两块钱一小时 我一块钱 或者五毛钱 也可以 那原来那些工人就很生气啊 对吧 你这种做法 那不等于把我们的范围给砸了吗 所以就是 穷人之间 劳工之间的互相残杀 好像那一次死了十几个是二十几个 反正数量不小 那我当时还去了那些 发生的那些地方 去查那些资料 那个时候不像今天有互联网 那当地你还可以看到一些资料 就讲到 当年的清朝政府赶紧派人到那边去了解情况 当时美国还给予了一些赔偿 好像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爬华法案之所以当时的一种出现 其实也是呢 跟这个有一些关联 包括这个昨天吧 前天大家现在传得非常广的 这个德州的州长 他发布一个 针对中国人的这样一个禁令 一个或者是一个限制吧 有的人就觉得 美国开始反华了 美国开始爬华了 那有没有这种大的背景呢 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你要注意到其中的 有一些情况是 中国人实在太厉害了 中国人现在到美国这么一个地方 买土地 买房子 好像现在房地产 除了加拿大就是中国 好像有时候 中国人还超过了美国 他人不到美国来 但是他买房子 买地的这个势力啊 非常非常之强 那我这样说吧 我能够说中国人不买房子吗 中国人你经商的时候 不要建的那么好吗 中国人的这个商业的竞争力 不要表现那么厉害吗 我相信是很难的 因为中国人 这种等待上上的一种精神 你是没有办法去用什么东西去医治它 但是我把情况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就是 我为什么在2015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提出来 我说中国的这个商业文化叫病毒是商业文化 它就是个野草 你别的人都不能生存 它就可以生存 它就是密西西比河的这个中国鲤鱼 对不对 它是吃草为生 但是它最终可以变成一个整个生态的一个破坏 所以中国的这个出口的问题啊 你政府来这个鼓励不是限制 那个人对商家的国际竞争力是有好的 但是就算不是政府这样做 民间的商业的力量都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我们这样一个族裔或者是这样一个商业环境 是不是应该有所反省 是不是应该有所警惕 你把别的国家给全部搞定 那你这些国家怎么办 你包括当时候中国去中东这些国家 都是小型国家 那些国家根本没有对你中国有什么冲击力破坏力 但是你去搞这个一带一路项目 你的机器是自己的 设计投资是自己的 资金是自己的 你的劳工也是自己的 然后你吃东西也是吃自己的 就整个你建一个新的工厂 或者是一个车站 或者是一个机场 对于当地来讲是一个奇迹 你中国人厉害 这没问题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从中得不到好处 甚至他们的商业还受到影响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提出的这一点 是跟中国商业部的文件 是有一点走题 但是我这个走题 是希望我们的观众 能够引起一种对商业文化的一种竞争 在中国大陆的内角 可能是在一种发展时期上的一个表现 但是如果你在国际社会 在各个国家进行经商 进行贸易 进行投资 如果你完全不顾忌到 当地的这种民众的感受 注意到你同行之间的这种关系 你把生态给破坏了 那这个威胁 这个麻烦和这个耗烦 可能就会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好 感谢何平先生的这个点评 虽然说是稍有差题 但其实完全不差题 我们本来是分析的是 这个中国政府的出口的一个保护性指导政策 变成了谈骨论金 但是呢 确实是让人大开眼界 那么以上啊 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几个话题 依然是要感谢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感谢卖团 感谢云水 感谢散医生 感谢David 感谢各位的支持 那接下来呢 还有华尔街联报 华尔街联报中 我们也是给大家梳理了 在过去24个小时呢 全世界比较重大的一些内容 尤其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 那即将举行的搏呱呱这场台湾婚宴盛 盛大的典礼 那么有一些细节呢 已经是被台湾媒体曝光了 比如说这场婚宴上的菜单 又吃什么 是不是 什么 本地的这个本地的菜 本地的肉 本地的鱼 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传统的讲究呢 鱼呢是要整条端上桌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都会这样 这个小杨我再讲点 我虽然没有看这个节目啊 但是我对这个这个整个的故事的过程呢 是了解很多的细节 就是这些细节吧 涉及到个人的这个隐私 哪怕是瓜瓜是个名人 对吧 这个这个他们家族许家吧 是许家吧 是许家 是一个旺族 而且我经常去那个地方 那么所以呢 就不敢这个这个太多的所谓的内幕的这个 这个爆出来 包括其实我们的有很多照片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发出来 有些我还给小羊看了 那么 我要讲的是 他这个分离主行的这个地方 叫南园 南园这个地方是隐蔽性非常强 记者 你进不去 原来建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爆业大王建的 在西方 在欧洲 在美国 所谓的富人在城市里的一般的说法 就是爆业大王 因为媒体的行业是 如果一旦成功 他的利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那么这个爆业大王建了这个 这样一个区域啊 原来是准备让自己住的 自己去招待各种名贵客人 但是听说这个老蒋 小蒋不是老蒋 小蒋比较的生气 因为小蒋这个人呢 听说是比较的捷径的一个人 他们私人关系还不做 就对这个事情呢 似乎是有所为辞 所以就变成了呢 这个事情后来就变得呢 不是那么的铺张 而是呢 更加的隐蔽 后来甚至 还说 小蒋你也来住啊 对吧 所以 有这么一个地方啊 举行这个分离 你也可见 许家的这个市里 当然了 因为这个南园嘛 现在也变成一个开放的一个地方 那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隐蔽的地方 台湾也有 其实实际上各地都有 就包括我们长岛 很多地方你看看 一个房子 你都不知道是 门口也没有什么标示 但是你真正如果有机会进去以后 你会很吃惊 那才是全贵 他们生活的一个所在的一个地方 一般平民并不知道 对吧 就是我们天天过一个普通的日子 实际上全贵 他们中间是有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他们的一个环境 一个环境 实际上他们这次分离啊 据说啊 据说啊 我也没有得到认证 是要主持两天 为什么要主持两天呢 因为那个长地啊 迎来的有限 所以要进行两天 那么各路 因为许家是很有权力的 和很有这个这个 经济力量 很有地位的 所以台湾又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 虽然其实也不小几千万人 但是它是个人情社会 它是个人情社会 它是个人情社会 所以各路屠命人物啊 这个很多都会去 但是呢 又不想呢 让大家抓住 变成一个八卦的理由 就开始对外说 我没有收到请见啊 我没有决定去啊 实际上如果对方给你一个请见 你不敢不去 这就是亚洲的一个人情的文化 不像这个美国 对吧 我们各自顾各自的日子 你完全 你只要不参见那些社区 你基本上可以过一个 真的世外的 陶渊的一个生活 好山好水 对吧 好安静 那么亚洲就不是这样 亚洲像台湾在中国大陆啊 这种比啊啊 这种好面子啊 这种人情啊 有时候是一种生活很热闹的一部分 有时候也是你沉重的 不能抛弃的一个负担 好感谢和平先生点评啊 这个南山南园啊 这个地方确实是比较的私密 那么客 说是一个这个住宅一个客栈 其实啊 每晚的价格呢 是价格不菲的 大概是划到美元吧 大概是五六百美元一晚 啊你还不包含服务费五六百美元一晚啊 啊是一个这个在台湾 这个住宿啊 算是比较奢侈了 哪怕你去墾丁啊 你住一个这个海边的一个 有庭院的一个别墅啊 住在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 那一晚上也要不了这么多钱 那么可能这也和这个这个 你住墾丁了 我没有去过墾丁 你还知道墾丁了 对 我只是想说南园这样的一个说是客栈 却非常隐秘而奢华的地方呢 啊可能也会为不呱呱的这场啊 重大的婚礼呢 增添更多隐秘性的保护啊 毕竟这个地方很小只有二十间客房 当然了啊 这个台湾媒体的本事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在在这几天也看到有很多的细节啊 已经是悄悄咪咪的就流出来了 对所以啊 一旦有了这个进一步的更新啊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整理制作视频和大家分享 依然要我我我再等一句抱歉啊 啊对啊台湾媒体吧 就是是我的同行啊 很多朋友这个地方做 因为整个的商业环境啊非常恶劣 所以每个人都使尽这个本事啊来挖这个新闻 但是呢大部分的新闻你都要流行一下 就是八卦而已 不要去相信的东西 尤其是关于中国大陆的 包括刚才网友还问 这个薄熙来啊当年被垮掉 是不是因为他跟习近平争天下 而我今天啊其实比较严肃的跟大家讲 这纯属是外界的这个夸大其词 薄熙来当时候能够进政治局常委 就已经是非常大的成功 以他当时候的这种地位和他的这个力量 要跟习近平争夺天下是没有可能性的 至于他进了常委之后 是不是不服从习近平进行改变 那是另外一码事情 当时候习近平被确定的地位已经不具有动摇性 所以曾经的事情是一个一个轨迹套一个轨迹 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江湖的传闻 变成了很多的观众的这种误导 我是认识相关的人 比较多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找一些相关的人出来聊一聊 也许他们有他们的这种角度 但是我是看了很多的材料 也跟他们各方面做出了一些交谈 你说薄熙来没有野心 那搞政治没有野心 搞什么政治呢 对不对 但是野心它有一个限度 因为它的年龄 它职务的这种局限性 造成当年跟习近平相比就是晚一步 比如说他去乡下 对不对 去农村 当这个县长 习近平是文革之后 好像是第一个这样的高干子弟 自愿下到了农村 而薄熙来去大连 还是辽宁的一个县 什么载县 什么县 我都忘记了 是因为他的岳父老子 谷景森 是东北的整党领导小组的组长 一个元老人物 而且觉得有这个势力把你弄过去 但是他后来到大连这个过程 再到沈阳 因为他的个性还是比较强的 很有才华的一个人 风蒙鼻露 所以跟曹北辰啊 跟文士郑 他们闹得也不可开交 后来到商业部 从商业部到这个城市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 即使江泽民是想尽办法 在保这个薄熙来 但是他也知道 把薄熙来保上第一书记来 取代这个习近平 是没有可能性的 这个这些故事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慢慢的聊 我们也有一本这个书啊 叫做薄熙来 这个中国权贵的死亡游戏啊 现在这本书啊 大家可能要找不太容易 但是不要担心 这本书啊 我们已经制作成了电子书啊 并且是完全收入了这本书的所有的文字内容啊 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啊 这个通过听有声读物的方式啊 来了解当时事件的一个始末 当然了如果大家好奇啊 我们也在未来也会制作相应的节目 为大家回溯啊 借着薄瓜瓜的婚礼呢 回溯他的这个父亲薄熙来 在过去十多年中啊 在中国政坛上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哎 再次要感谢一个新的观众给我们的打赏 感谢老橡树的打赏啊 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老朋友 那么在明天华尔街论坛也会继续回归 我们继续关注啊 这个俄乌战士可能的进展 以及中国时政的诸多新闻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